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体的情况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说到余幼刃 我们就不能不说到余幼刃的草书 因为余幼刃在个体尖善 很多体的东西都写得非常好 同时在主体尖善的签计下 草书最被擅长 草书更好 那么余幼刃在草书当中 而贡献最大的是他的标准草书 我们在谈谈标准草书之前 我们谈一谈余幼刃的学习草书的方法 可以让朋友们借鉴 应该走余幼刃学草书的道路 我们先看一看余幼刃在标准草书这本书上 他在自序 就是自己作序当中所说过的一段话 就知道余幼刃怎么学草书 大家看看这段话 这是余幼刃自述自己学习草书的经过 他这样说 他说与中年学草书每日谨记一字 两三年间可已知彼 此非妄言 这个余幼他这段话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学习草书是扔到中年以后的事 然后他说每日谨记一字 每天就指认读好或者是把他学会写 一个草字 两三年间可以置礼了 所以两三年间基本上我就能够通会草书了 此非妄言 他估计别人说他是吹大话 我开始啊 我认为余幼很笨 我在很小时候就看到过他这段话 我认为余幼很笨 我心说你一天就学会一个草字 我一天学会十个都不知 你怎么这么笨 你还是这么大的名家 一天就学会一个 到了后来 我认为又认识吹大话 我认为不可能那么聪明 你看我多大的反差 开始认为他很笨 后来认为他是吹牛 什么原因呢 真的是我一天能学会十个草字 而且也能认得出来 也能写得下来 能十个 可是你要知道 当每天你坚持一个的时候 一天两天三天都很融 坚持一百天过来 也就等于说 你每天的计讳的 前面的就得学会今天这个 不断的这样增加数量 你不断的复习 等于一百天的 记录一百个草字的时候 这个难度就相当大 所以你又认这样 是个天才 他就一天哪 学会一个 那实际就这个 就是那个洛比萨科 这就钉死了 然后两三年当中 那三年就将近一千字 这一千个字 他就都会 你看 这绝对是天才 所以我开始认为 他一天学一草书 他很笨 到了后来 我一看这三年 人学会一千个草字 而且记得这么烂书 写得这么好 所以我又觉得 又认可能是吹大话 他不是三年学会的 他工把三十年学会 因为我后来学了三十年 我连养子都找不着 所以我就认得又认 吹大话 这就是说 在开始不懂 到懂了之后 才知道 又认是何等一个超凡的人 但是我们在这儿 像网友说清一个 学草书的一个过程 这个又认 第一个 他学草书 一个字一个的学 注意 要用这种方法 第二个 不要插手太早 应该先把楷书 打好基础 然后新书 最后再草书 我们所知道的 古代的一些个大书把架 多数人都从中年开始 才写草书 所以在这点上 并不是诱认自己说 早年他学不会 还是他不能学 不是 就是因为他懂得 学草书不能太早插手 太早插手之后 就容易使你荒腐 而且草书写不好 那个陈凶感出不来 于是草书失去严肃感 就陷于荒腐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又是向朋友提出一个建议 就是你在学北北之前 要走幼认的路 要先学一些贴 要有很好的文化基础 那么在学草书之前 你要先有楷书 兴术的基础 要打后 再有一个就是不要过早的学 那么幼认中年学 应该也是不早不晚的时间 所以希望青年朋友们 不要过早的涉猎草书 可以 那不可能幼认 在青年时候 他不看草书 不可能 或者他不认识草书 也不可能 那么其他方面 成就那么高 都是这个监通 但是真正下功夫 侧重力量 给草书的时候 是到了中年时期 这是要告诉朋友 注意的一个问题 再要说的是就是 还是向幼认学习 幼认在学草书的时候 他开始 比如说张芝的草书 汪熙之 汪县芝的草书 到后来 这滇章狂素 就是这个槐素和张滇 这些人的草书 他都是暗书于心 可是他却不从他们入手学 先从他们 先从签字文入手 草书签字文 这个简称签文 这个草书签字文 有很多人都有 还要告诉他们一个知识 就是过去历代大书家 他们都有签字文 流传后识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签字文 是锻炼书法最好的一种办法 写签字文 因为签字文 从一开始天地喧荒 女若昏荒 从这开始 一千个字不重复 这一千个字都不重复 你要把这一千个字写好了 你书法问题肯定都解决了 于是呢 有人写四题的 有人写六题的 有人写三题的 但很多吧 其中诱人下功夫最多的 从随僧智勇那 智勇那 学他的签字文 在草书上 是从那儿学 所以我们大家 也应该注意 你一个是学草书签字文 当然不一定非是智勇 其他人也可以学 同时还有一本呢 草菊百云歌 草菊百云 简称就是 草菊百云 草书歌 这个草菊百云歌 也有很多版本 有的上面写的是 汪一之所写的 有的说是是 明朝亨老 韩老亨写的 版本也很多 但说汪一之写的这个 是最不可靠 因为最后有两句话叫做 参观新献祭 免始末吃婚 这个王羲之 不会自己这样说自己 这是不可信的话 但是写的也很好 所以先从这 孤一犯的草书入手 你先把这基本草书 方法写会了 然后再学他们的手渣 一些法帖 再这样学 余佑任就这样过来 所以其他的这些 这个写草书的大家 都是这样 循序渐进一点过来 不要上来就 照这个怀素的 什么是这个 这个资讯帖啊 或是这个 张颠的这个 肚痛帖啊 上来就 就这个这个 就写起来 非扬八糊的 这样不好 容易把自己啊 写乱了 写野了 应该是 好好学这些 基本的东西 这是对于 学草书的朋友们 我是一点 这个 真心的建议 是称心的一点建议 所以佑任给我 启发很多很多 在学草书当中 应该走 佑任的路子 这是必须对的 然而佑任 在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 是对草书的继承 这草书继承 第二个阶段 是在草书天地里的 随意驰骋 到了高进阶 就是自己草书 为所欲为 怎么写怎么好 那么这是 佑任的 这个书法成就 到了高进阶的时候 最后是他的贡献 他的贡献 就是这本标准草书 大家来看 这本标准草书 是佑任的 花了若干年的时间 把它完成 佑任在标准草书 这个问题上 他下了很多年的功夫 一直到民国25年 这才破稿 父子准备发行 那么就是这本书 称书的事件 是在民国25年 民国25年 这个实验事故说的 不十分准确 大概就是 1936年 或者1935年 这个事件 那么如果是 1936年的时候 这时候佑任 做了很多方面的准备 第一个是 他把这些个字啊 一个草字 有若干种写法 他把这个都统一起来 固定一个 规定一个 这一个是标准的 那然后向民间推行 就像广大群众 推行这些东西 他的意思呢 大家看得出来 你看啊 他一开始 就说得特别好 就是他在资序当中 我们看他第一段话 他说文字啊 乃人类表现思想 发展生活之工具 其结构之巧拙 使用之难以 关于民族之前途者 致切 注意后边两句话 他说 现代各国印刷用凯 书写用草 已成通力 这段话说的非常有力量 他就说 他说 当他指的现代 是指的是所谓民国二十五年 他说这个时间内 各国的印刷都用凯 而书写的时候呢 都用草体 当然他说的各国 肯定包括英伟法 德意日 等等这些国家 那么他们怎么会用凯书呢 但是我们理解的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规范的 所谓他们的印刷用凯 就是印刷用的规范的 凯化的那些个最规矩的东西 到书写的时候 我们每人在日常书写的时候 用草画的东西 但是在这点上 英文 日文 俄文等等都是如此 他们有印刷体 有书写体 这是都不一样的 所以呢 又任呢 就感到我们民族当时呢 印刷是用凯体 到别人写字的时候也用凯体 写得很笨重 于是他推行草书 把草书呢 若干种的写法规定成一种 推而广之 让广大群众都能接受 大家每天写字都写草书了 于是也就大家都认识 也就得到推广 我们举例说啊 比如说有些草字啊 它有很多种写法 随时想到哪就是哪 比如说这个固字 就这个故事这个固字 草书呢可以这样写 这种写法 草书还可以呢 这边直接写到这个 不再加蚊子 像柚子 这也是固 草书还可以这样写 还可以呢 转回从这写 很多种写法 比如说知道的知识字 可以这样写 也可以呢 这样写 又可以这样写 有很多种写法 所以它呢规定一种 大家推广这种写法 于是呢写下又省事 又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保持我们这种 这个审美的这个方面的 这个最伟大的这一点 不同于这个国际上任何种文字 所以它在这方面 它提到有四条建议 那么这四条建议 它就说 这个书法呀 这个草书啊 要达到什么呢 要达到啊 一识 就是容易认识 然后一写 写得很快 不笨重了 第四 第三呢 准确 第四呢 美丽 就是心美 就跟我每次 以前讲的那种 就是说 要写得快 要写得好 让大家又容易认读 写得又准确 那么 同时又写得美观 就这几个问题 所以他所说的这四条呢 就是 越一诗 越一写 越准确 越美丽 所以这是 我们想到啊 这个 右任 这个倡议 是非常非常的 得人心 我们想象啊 如果右任 把草书真的推广出去了 全民族的以后教科书上 都能够 以草书 作为人们日常书写的一种书体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 无疑于是一件大姓氏 是吧 他既保持了 我们现在流畅 写得快 又能准确 又能保持这个自信的美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建议 是不是 可惜呢 右任当时做了几条准备 后来都失败 第一个准备就是 以他个人的影响 他成立的草书社 以个人的影响和草书社的影响 把他推广出去 这从学术角度 再一方面 他就作为是个国家的政府要员 用自己的行政命令 推广 必须有政府的这个行政指令 才把他能彻底的推广出去 最大限度的推广出去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草书就能够实现了 右任的这个理想化 可惜呢 就在右任正在信誓旦旦 在这方面做工作的时候 转过年来就是 当时转过年来就是 七七十变 这个中日的战争就全面爆发了 那么在国土沦亡的这个阶段当中 文化的问题还能再发展吗 就是说已经都陷于在那种 这个国破这个家王的时候了 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而且尤其是右任 这国家的政府要员 又是一位将军 是一个军队的司令 他必然是去到千言阵地 和日本在决于死战 那么这些事情就管不了 等到日本投降以后 这又是内战开始 等内战呢 接受的时候 他已经逃离大陆 到了台湾 那么右任这个想法 就没有能够实现 但是我们却感到 如果右任的这个建议 或这个计划 得以实施的话 就减少了我们今天这些简化字 带来的一些个弊端 因为简化字改革的时候 也是一些文人知识的好意 就像鲁迅也好 郭沫若也好 都希望了中国文字 改成什么拉丁文 改成什么一些拼音文字 像这方面进步 也是为了书情简便 大家意见都是好的 目的都是好的 但是这个方法 我觉得远不及这个 右任这个标准草述 如果能推行出去 更加科学 更加完美 因此我说 右任是伟大的 标准草述是伟大的 朋友们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 酱字 这个酱就是大酱 冰酱的酱 这个字呢 应该有三个读音 我们现在啊 先把这个整体这个字写完了 然后再向大家介绍 有关文学方面的这点知识 先用凯书演示一下 这一字 它应该有三种读音 一种就是我们开始说的 念酱 冰酱 酱帅 这是酱字 一种读音呢 发这个音频 也就是一声 读江 将来 如何如何 就是读一声 刚才说的四声和一声 两种 同时呢 还要读一种声 有一个发音 应该读作枪 枪 不是江 而是枪 这个枪字呢 一般当劝 当请 当怨 当这几种解释 我们大家知道 李白有一首诗 叫枪尽酒 所以大家呢 要注意 读到那个字的时候 应该念枪尽酒 不应该念将尽酒 我们现在呢 需要向大家解释的 还有一个 文字学方面的常识 就是 左边这个偏旁 这个偏旁啊 它有一正一反 比如写个排位的排 我们稍写快一点 就是有这么一个写法 这个排字 和将字呢 正好这两个字 是一反一正 左边的偏旁不守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 像里边 这个偏在外边 向里边反过来写的 这个字呢 应该就是一件骗 就骗字的 这么一个 一个缩写 上边呢 这个将字的 这个左边是什么字呢 这个字都已经念 盘 盘 就是这样写 先写一竖笔 然后这样写 这样写念盘 这个盘当什么讲啊 就是碎的竹片 或者是木片 或者把木头 或者把竹子 劈成薄片 这时候 就念盘 那他组成一句话呢 比如说 一盘地 一盘电 一盘田 是带着比较是小而薄的意思 所以这个将字呢 左边呢 是这样一个偏旁不守 大家知道一下就是 这个右边呢 这个右边呢 应该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拐进来 这样 点两个点 然后下面写个寸 实际上呢 大家注意啊 在前辈书法家当中 写这个字的时候 下边可能不写成一个寸 就是竖笔不出头 而且右方呢 都简化 所以简化就把点化 简化为 先写一竖笔 然后两个点 就像现在所说的这个 简化字很相近 然后一匹 三点 写一横 这一笔呢 一般都不探出去 是这样写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写法 推荐给大家 并不因为 它是简化的一种写法 介绍了大家 是因为 我们在背帖当中 最常见的是这种写法 所以特别的 把这种写法 推荐给大家 那么再写一遍 让大家看一下 注意 左边第一笔是基本功 写的要正 要直 起动钩 注意起动钩 动钩就上一起 可以允许往回来 回下风 左边应该是个动钩 点一点 有一条笔 然后上边 这是一片 一点 两点 三点 注意这一横 要长而有力 这一束笔 短是竹笔 没写到钩的时候 我就想和大家 啰嗦两句 首先说 左边这是个顿钩 右边是个锐钩 最后的这个锐钩 挑起来 是不能够回风的 一定要直接弹起来 但是呢 朋友们 常常的提到这个钩说 有很多人感到很麻烦 就这个钩挑起来 看你们挑的很容易 怎么到我们写的时候 总感到它很吃力 实际我再三的 向朋友们说 你写不好 这个钩的原因呢 就是你那束笔不好 你那束笔要好了 这钩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大家呢 总不注意练这个束笔 所以总是在 无休止的 跟这个钩啊 翻来覆去的折腾 折腾很多年 也写不好 把那点时间呢 放在主笔上 比如说 像刮风的风 这个钩 把这个力量放在这块上 都在这下功夫 后边问题就好解决了 比如说椰子 也是如何椰子 这个钩 如果这个钩调不好 都在这下功夫 不要老在最后这点地方 跟这点玩命 没有用 练它那主干部分 那么束笔的钩也是这样 我们刚才写这个 将军的将字 也是这样 所以多在这个束笔上下功夫 我再写一遍大家看 这个地方可以写一横 注意看这 下来往下 稍稍往下一错这个笔 这个钩就出来了 我虽然不希望大家 关于这个钩 关于这个钩 反复的在这计较它 但是呢 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 尽量说清了它 再看这束笔 在这束笔完成之后 往下垂落一下 就这笔到这儿 往下垂落一下 垂落出这么一个尖的 顺着尖往上一挥风 这样起来 为什么太慢了不行呢 就用宣纸 你在这反复的拉拽 这个宣纸就阴了 你勾的这效果就没有 所以往我们写的时候 一次完成 很快 到慢慢的写 让大家看明白 等你看明白了 这纸也不容易 它也就给你阴死 阴成死嘎的了 走这么慢就不行 这就是因为宣纸的原因 欧阳勋他们当年呢 用的那种纸不是宣纸 所以呢 在这个 他们写的这个勾的时候呢 就不受到这个宣纸的 这个时间的限制 那大家说我们现在 既然用升宣写的话 这么阴师 干脆就用收宣写 收宣也不阴 怎么逆错 没有关系 用收宣不好吗 不可以 因为收宣没有味道 在写字当中 一般的来说 不要用收宣来写 好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这个字的凯书写法 下面看一看 这个字的兴书写法 新书写法 大体跟凯书也是接近的 先点这一点 笔顺住一看 点这一点 走这个 调起来 走这一笔 然后 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联系起来 给大家写一遍看一下 是这样的 注意一下 就是说 左边 因为先点点 容易给大家误解 误解成像个女字旁 这点千万不靠下 不要和竖笔和条笔连起来 连起来 就容易给人误解 这样写就不规范 就容易给人感觉像个女字旁 实际不是 再看一下 点一点 然后写这一束笔 这轻起一点 勾之后 就从这起 这笔起来 腰指的这个笔顺 单写右边 大家看一下 右边是这样 是连续的一个动作 大家先把这个 空中的路线 掌握了 然后再说这个 结构问题 所以连续起来呢 应该是这样的 至于这一笔 是高起 还是下落 还是宽一点 还是窄一点 这都没关系 比如到下面这一笔 到这来可以不可以 可以 在这写可不可以 可以 起来没有 没有单写 到这从拐个弯 可以不 也可以 所以在这地方 有很大的宽松余地 不像楷书那么严格 再看一下 所以下边这笔 我总是说 这样直接起 点个点 也可以 这样起来之后 在这点点 也可以 而且就是 我说的像赵蒙福 这种笔法 拐出来之后 从这起来 一转弯 就像用一个 这个长长的丝线 吊上一条金丝鲤鱼一样 起来 这种也可以 但是就说 有时候 想方形指探 绝对更简便一些个 也不要弄得这么复杂 还是在新书当中 以简约为主 还是我说的 这就是个问题 这一点点的太靠下 太靠后 容易像女字一样 这种误解 所以写这个字的时候 把这点点的靠外一点 像这样 防止这连在一起 容易在字上出现一种误解 这是行书 再看一下这个字 草书的写法 草书极其简便的 先写这一竖笔 写慢点给大家看 这样 再看一下 先写一竖笔 写这笔 这是这样 但这个地方拐弯 是注意 这一定要弄清楚的 这种地方 注意看 这地方要弄清楚了 为什么这么慢的 向大家来演示呢 就说你弄清楚这个字 它最早是原始 是怎么写过来的 如当你看这个 燕真卿的 裴将冤赞的时候 它写起来之后 满指晕烟的时候 你又是弄不清 这最早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我们呢 最好把这个草书的 原始状态 介绍给大家 它的准确写法 这大家看得很清楚 实际上右边是这样 怎么看少一块 不少 它正拿着优丝呢 带起来的 所以你看这 显得丰富多了 实际上 它目的写的时候 就是这么写 这边啊 就是这个字的 简略 只要了上面这一块 下面不要了 所以呢 你就明白了 哦 这个江字 原来是这么一个过程 写快了 写快了以后呢 你就看出来一个笔意在里面 这笔一般的在写草书都对于连上来 就是连起来 但是要看得出这是优丝过程 所以呢 再写连续起来写说 将军与军 这就联系起来看 我们现在把这个基本的方法写给大家 就是首先让你弄清楚了 现在很多年轻的一些个写草书的朋友 看他写出龙飞凤舞 你让他写慢一点 他不会 我用这种方法考验了很多的一些个初学草书的朋友 他写快了行 写快了一片一堆 这个没问题 你单个把真心字狗写清楚了 他怎么过来 你让他写 他写不清楚 就像刚学骑车车一样 你让他骑快点可以 你让他骑慢一点 你让他跟在一个老太太身后边 你骑慢一点 前面那老太太还滴了一筐鸡蛋 你碰了他之后就容易 你给他撞碎了 你还不许从自动车掉下来 你骑慢一点 他就受罪了 那么草睡这 有很多朋友写下之后 飞扬跋扈 写下来电闪雷驰 可是电闪雷鸣 可是当你写慢一点的时候 他就不知所措 因此我向大家说 草书难于在慢当中 弄明白他究竟怎么回事 把他弄明白以后 你再写 你才能得心净手 大家再看 是这样 比如说将军为五只子孙 把他交代清楚 你别写出来之后 一读了一片 感觉是乱了轰轰的 不知你要干什么 所以写草书 难于就这种 工整 而且庄重 草书失去了庄重 就能感到飞扬浮躁 这是特别要注意的东西 今天我们关于将军的这个将字 他的三种读音了 将 将 枪 特别我提到念 枪 有些青年朋友们读书少一些 还不知道这个字读枪 所以礼拜的枪敬酒 要注意 我们今天暂时把这个字 从字一 到他的书法上 几方面的要求 介绍给大家 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可以在网上进行沟通联系